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千人摆车碾兵破血 熬战深山雪野 部队紧急出动 起风发射阵地 全防护战斗发射 红蓝对抗 这些夏季助训演练中 常见的客幕 一项不落地搬进冰雪考场 报告连长 情况已查明 二零一号手注射 二零七号手阵亡 明白明白 一楼救护组 医疗警务组迅速前出 对众生人员进行修制 对阵亡人员组织后送 专门抢消组 专门抢消组迅速前出 指挥员迅速启动 备份路线行军 成功躲避蓝军追击 但此时距离预定发射时间 所剩无几 发射梯队 在两名重要发射号手阵亡 一名操作号手重伤的情况下 采用检员操作 临时变更作战任务战法 再次成功抢占阵地 并以全防护状态 进入发射流程 这次喉拉对抗 我们在多轮次对抗中 相继完成多状态交替待机 预击法机 跨区法机 击打击停 离机变更 作战任务等 60多个作战科目演练 有效提升了 复杂困难条件 和冬季严寒条件下 实战能力 开展韩区冬季助训 走出冬眠期 是几代火箭兵不断地追求 翻开战略导弹部队 近几年的战斗日志 每一次军事演习 联合训练 助训发射 军事比武 都记录着实战化练兵的精彩镜头 寒区可利箭 热区能点兵 已经成为现实 今年盛夏 火箭军某导弹旅 从驻地常规驻训 到遂行 营营对抗 官兵们精选弹型弹种 科学设置把镖 精心筹划打击方案 严密组织实弹行动 多发导弹均精准发射 可靠飞行 精确命中 从单纯实弹发射 到复杂困难条件下的演练发射 从抽足骨干精英随行发射 到随机抽点发射单元 再到整缕 呈建制的实弹发射 这个缕整体作战能力的跃升 是火箭军实战化训练的一个缩影 构设实战环境 系统的检验 红蓝对抗愈演愈真 被誉为磨刀石的火箭军某训练基地 一年四季都弥漫硝烟 一直支导弹部队轮番进场 在精心设计的危局难局险局中 不断寻找短板磨砺打仗真功 独立发射大显身手 前不久 某基地数千名官兵 千里机动远赴塞外戈壁大漠 连续独立成功发射 多枚不同型号战略导弹 将火箭军实战化练兵 向前再推进一步 我们旅适应改革而生的 一支新制作战力量 也是国家级专业的应急救援力量 作为一支应急应战部队 我们始终突出核心军事能力 谋发展 抓建设 打基础 部队以作战单元模式的独立指挥 独立作战 独立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时刻保持随时能战 高度戒备状态 以过瘾的能力为大国常见助盾护航 新军种 新起点 新征程 新使命 训练场上 训练成果正转化为实战能力 演兵场上 官兵一次任务 多方授意 长期授意目标正在成为现实 武器装备升级 战法训法创新 推动战斗力生成模式不断发生转变 近年来 火箭军先后组织数十场跨区助训 战业演习 常态化开展 无预告战备拉动 无预案抽点发射 有效检验了野战化部署 单元化编组 集群式突击和成体系支撑能力 发射各型导弹百余发 同时 牢固确立连战连训理念 参加三十多场联合演训活动 与战区军兵中密切配合 在多场景火力突击 高强度攻防对抗演练中 练精准指挥 练协同行动 练综合保障 有力推动火箭军战略能力 实现大幅跃升 仰望苍穹 挥歌仗剑 火箭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时刻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 向着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前进